欢迎收听今天的聊聊你的心 今天的聊聊你的心要来跟你分享 幸福守门人Nina老师的来自本周的心灵指引跟祝福 我们邀请亲爱的你进行三个缓慢而且悠长的深呼吸 在每一次呼吸当中将你自己带回内在宁静 并直觉从稍后三个元素当中 直觉选择一个你内心最有感觉的元素 我们马上就会公布属于你的本周心灵指引跟祝福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进行三个深呼吸 深吸 缓吐 再一次深呼吸 缓缓地吐出来 最后一次深呼吸 吐 第一个元素是 圣十字架 圣十字架 第二个元素是 灰色圣袍 灰色圣袍 第三个元素是 彩虹球 彩虹球 选到第一个元素 圣十字架的朋友 这个礼拜来到了一个已不变应万变的好时候 也是一个让自己练习换位思考的最佳时机 送给你的情感建议 选到这个元素的朋友 这个元素有一个重要的意涵 但是 你在这个礼拜跟人的关系上 不要急着大刀阔斧的解决问题 现在也不是下决定的最佳时刻 请你保持心境的稳定 并且等待时间的发展 静候 和保持安定 能够为你带来新的感受 稳下来 缓下来 定下来 很有可能会有更广阔的可能性哦 送给你的事业建议 这个礼拜在事业工作或学业的面向上 请你尝试坚持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即使这跟大家的期待不同 你的一切牺牲和坚持都会回报于你 敢于与众不同 选择所爱并深爱你所选择的 将会为你带来公领域的突破 送给你的温馨小提示 有时候迷路是好的 否则大家都知道最后的风景了 只要你愿意 所有的坚持都将有意义 在某些时候 请你学习不要将就 你的一切牺牲和努力都必须有意义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而坚持 为什么而动 只要你知道了 你就得到了 请你牢记 所有的限制和难关都是你愿意的 因为你正在经历 正在实现自我的路途中 选到第二个元素 灰色圣袍的朋友 这个礼拜来到了一个珍惜拥有的好时刻 也是一个学习放手 让过去就过去的最佳时机 送给你的情感建议 亲爱的 在任何跟人的关系中 请你牢记 已经结束的 已经结束了 不止关系的拥有或者失去 任何与人之间的不愉快也都过去了 你可以选择放手 让这段关系走 你也可以选择用心的展望 面对旧的关系 在这个礼拜 请你放下悲伤 尝试珍惜跟感激 送给你的事业建议 这个礼拜在工作事业或学业的面向上 如果你感觉到失落或郁郁寡欢 请你尝试跳脱这个感受 请相信一切的安排都有安排的用意 很多时候 看似失去的 却是让你真正拥有的前日作业 无论你现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 这个元素的出现也提醒你 解决方式已经出现 请你不要跟别人攀比 做好你自己所能够做的事就很棒了 送给你的温馨小提示 选到这个元素的朋友 他想告诉你 亲爱的 在这个礼拜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的一念之间 选择看着无能为力跟失落的自己 还是选择看着仍然拥有许多支持资源的自己 都是你每一个片刻可以做的选择 真正的主宰者是你 而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忘记失去的 感恩拥有的 并期待即将到来的 事态并非想象中的糟糕 你拥有的真的还有好多 在这个礼拜请你好好练习 知足的习题 这能够让你跟自己有更好 更愉快的共处哦 选到第三个元素 彩虹桥的朋友 这个礼拜来到了一个练习快乐的好时刻 也是一个认同自己存在的最佳时机 送给你的情感建议 选到这个元素的朋友 这个元素他想告诉你 在这个礼拜请你保持 更愉快更开放的心态 去面对跟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礼拜很有可能 你能够拥有更广阔的心态 去面对每个人之间不同的想法 并且不费类的跟人达到平衡 我们都知道 每个人透过生长环境 会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和选择方式 尊重是最重要的字眼 即便不认同 但是你可以理解 这个练习将会为你的人脉 带来幸运的契机哦 送给你的事业建议 在这个礼拜的事业工作和学业面向上 是非常诚实而且幸运的一周 它显示着你过往的努力 都会在不同面向上回馈于你 请你用最明朗最开朗的心 开拓眼前你想开拓的路 如果你有计划正在进行中 也请你把握身边可以珍惜的人脉资源 你不会是一个人孤军奋战的 你的努力一直带来你的幸运 送给你的温馨小提示 这个元素同时代表着达成的意思 它的出现告诉你 梦想能够到达的地方 有一天脚步也能够到达 你用的每一分心一定都会有收获 一定都能够让你感觉到更完整的自己 请你牢记 在这个礼拜除了享受幸运之外 请你尝试创造更多的快乐 以及种下更多的种子 并期待下一次的丰收